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属于安全级别很低的 因为都可以自由进入 很容易被攻破 包括你的邮箱 很容易被攻破 这个时候还是安全级集的 後面還是高臉了,C1級 C1級有兩個級別,C1和C2 分開了 C1級是選擇性的安全保護 這種級別的系統對硬件有某種程度的保護 用戶擁有助手套和口味 有助手套,有個口味 這個帳號是給你一個帳號 一般是給你一個帳號 這個程序在箱子上也有給你一個帳號 你不能自己背個用戶給你一個帳號 然後有個口味 系統通過帳號和口味來示威,用戶是否違法 並決定用戶對程序和信息的擁有什麼樣的安全 但應接受到損壞的可能性的仍然存在 你的用戶名和口令代表你的權限 另外一件事說,在這東西的硬件受到手套可避免 硬件也好,是吧 你這個硬件如果壞了的話 當然還是不安全 除了C1級以外,C2級 C2級呢,應具有訪問控制環境的權利 該環境具有進一步限制用戶 執行某些命令和訪問某些文件的權限 而且還加入身份認證級別 好,這個呢,C2級 C2級的話呢,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啊 就是它具限制用戶執行某些命令和訪問某些文件的權限 好,另外就是B1級 B1級,B1級就更加高了 B1級有三個級別 B1級呢,基於那個標誌安全保護 支持多級安全 也有命令和訪問的第一位 這個級別呢,說明 除以強制性訪問控制下的這個對象呢 系統不允許文件的擁有者 改變其取得前線 好,這個就是 這個B1級呢,是一個標誌安全的 就是說 它是秘密和訣密 啊,這個級別 這個級別說明就是 強制訪問控制下的對象呢 系統不允許文件改變其取得前線 有時候就是讀寫前線之外 一起把它改變 尤其我們這個文件起來想改成可寫 那這個時候就幫你改 是吧 好,B2級 B2級就更加高了啦 要叫結構保護 它要挑戰機,所有對象來 加上標籤,而且呢 給設備磁盤磁帶和中端 分配單個和多個安全級別 它是提高較高安全級的對象 與較低安全級的對象 和通訊的第一個級別 好,這叫結構保護 啊,這檔案的標籤 這個標籤以後呢 也有些 實際上說設計功不安呢 它是這個高級別的 一般的話呢 就不能夠去訪問 是吧 是吧 好 這種東西呢就是說安全級別高 你不要說有些處理 重要文 重要的業務的東西 它是這個很安全的 它就是業比較高 是吧 它專門做這個處理的 還有B3級 就是這個安全域的地位 好 有這個域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 有個多門 這個多門就是這個域的意思 是吧 多門 多門就是域 域用戶 我們家裡面 也通過這個域用戶 來管理安全的 那麼到這個第三級 就是安全域的關係 它使用硬件的方式 就是在加強域的安全 如內存管理意見 用於保護安全域免受無授權防控控制 或其他安全域對上的一個修改 好 這是這個域安全 好 那麼這個最高級別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A1級 A1級就是液晨式機 是當前GP 因為說應該最高的 它包括一個嚴格的設計 控制和液晨的過程 比前面所到的一個級別一樣 該級別包含了較低級別的所有特性 這是一個最高的級別 是一個尊重的 首先我們很不好 是我們一種堅持的 那是最高的 是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